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這一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澤瑞 今天我就要進行一次的 合體長距離LSD訓練 因為之前很多人希望我分享一下 我在運動前怎麼吃東西呢 所以我就來介紹一下 我在跑步前會做一些什麼東西的補給吧 剛剛從學校慢跑過來這邊 所以大家已經稍微熱身完畢 剛開始跑之前30分鐘 我就已經吃了 鹽定 還有運動前一定都要喝一下 那這個的目的呢 大家希望會在運動前30分鐘 就要把這個喝完 因為它的發揮效果才會發揮得更好 那為什麼我會喝瑞浦 其實因為它富含豐富的硫磺酸B群 那這些東西都會讓你身體有一個提升的效果出現 那對於我待會在跑步當中 其實會有更好的運動表現的反應 那這個時候會讓我的神經加速傳導 對於我在跑步當中 我的身體控制 其實會越來越好 所以我在跑步前 30分鐘左右都要先喝一瓶瑞浦 好啦 去跑步啦 好 那我們今天就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跑步當中常見的跑步手勢吧 因為在跟跑的過程中 你可能看不到左右兩邊或前面的緊急狀況 所以會有手勢出現 那左比右比的手勢代表什麼呢 代表左邊可能有障礙物 記得減速 注意安全 那再來分享一下我在跑步當中補給的習慣 我大概每5公里到10公里 會唯一是補給的單位 像現在5公里的部分 我就開始補充的是炎錠 那炎錠的目的呢 是因為它裡面有富含了豐富的電解值 它可以避免我在跑步當中有抽筋的情況出現 然後我們剛講到咖啡因這件事情啊 其實為什麼會選Red Bull 因為喝咖啡之前 你要泡啊要幹嘛 然後Red Bull是比較隨手可得的 而且它裡面的咖啡因含量 大概又有80毫克在一瓶裡面 那這樣來說 對於你的咖啡因提升狀態來講 其實是非常夠用 所以我才會在運動前喝Red Bull的原因實際是這樣 為什麼沒有喝咖啡 因為有人在提問 然後像我現在這樣邊跑邊講話 其實 也可以施加一點肺活量 因為這個時候其實你很喘 然後會讓你 跑步的時候 加速你憋氣的時間 這時候會有點累 好啦不理你們我要繼續跑了 掰掰 那通常進行到下一個5公里的單位的時候呢 我的補給就會稍微調換成 能量膠這系列的東西做補給 那為什麼要補給能量膠呢 因為一場馬拉松比賽當中 其實距離很長 跑到後段的時候 你可能會因為能量不足 開始感覺到飢餓感 這個時候可能會影響你在跑步當中的配速還有心情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會補給能量膠 作為交替的一個補給食物 那記得補給我能量膠 要喝水漱口喔 好那簡單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常在訓練當中會怎麼樣做飲食上的補給 通常我在5到10k會是一個補給的單位 那每一個單位中間補給的東西當然不一樣 通常是炎定能量膠交換使用 中間我還是會補充運動飲料啦 還有水分這當然是很重要的 我個人可以分享給你們 大概是我的飲食方式 我運動中的補給大概是像這樣 那記得運動前提神飲料很重要 這個時候真的會讓你跑的時候可以更進入狀況 而且可以馬上有提神的效果在你身上產生 那這個時候對於你的運動表現也可以有效的提神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運動這句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朋友記得按個喜歡並分享 這邊可以訂閱我喔 那我們就下個禮拜見啦 掰掰